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马逊 亚马逊智力南美去宣教 赵不知除了幕会以外 他也很长的时间去南美宣教 去宏都拉斯 去亚马逊 今天有简短的见证跟大家分享 我们掌声来欢迎他 好 走进亚马逊 就是这个 这个往前 这个往后 麦克风 当我团长的伤儿都比较大 感谢主今天非常高兴 来到我们洛杉矶奔堂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来公渡主日 关于我 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是认识的 但是有些新来的 我看到很多新来的不认识的 但是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 被打过六枪 没有死 才信了主耶稣 最后成为一个传道人的 那个解放军团长就是我 感谢主任 谢谢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 因为公司给我时间并不多 我去了很多地方宣教 但是这一次是我们刚刚从亚马逊回来 这是从秘鲁进去的 我有很多的感受 和以前的一些宣教不太一样 所以我想特别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亚马逊是在南美洲 从西向东贯穿整个南美 它是世界第二长的河流 第一长是尼罗河 亚马逊是第二长的 那么在这条河流上 它关键是它的覆盖面积特别大 它不像是尼罗河 长江 就一条完整的河 它有上千条的支流 覆盖面积相当于两个印度 这个国家这么大 所以它有很多的热带雨林 那些就是人际罕见的地方 几乎是人不能进去的 叫人类进去 所以我们是怎么去呢 为什么要去呢 就是我们从最开始去上秘鲁 去宣教 在利马 那么利马的宣教主要是在山上 所以我们这叫上什么游山玩水吧 所以这个先是上山 在当地很多的人穷的都住在山上 所以我们第一步是上山宣教 这是去年九一份去 那你们看到的山都是很高 有些那个台阶一顿一顿往上走 都要五六百级台阶 所以是也挺恐怖的 挺恐怖 你在山上往下看 就是万家灯火 像坐飞机一样 那么在山上呢 我们就是川福音 当地很多的穷人 他们上山下来都不是很容易的 上面是缺吃缺水 但是川福音果效特别好 因为他们很多人没有听过耶稣 当你向他讲耶稣的时候 耶稣是你的拯救 能够不但救你的灵魂 让你也能有喜乐平安 所以很多他们很容易的 我第一次去在十天里头 光施洗的 都是路边捡的 57个 感谢主 这次庄家熟了 我们丰收教会的意象 第一句话是什么 对不对 就是收割庄家 培训门徒 所以我们的最大的使命任务 就是收割庄家 那么我在那里呢 我有很多的 还有举牌的事工 我们这个机构本身就是举牌最开始的 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也在举牌 今天早上我们在外面也举了几十分钟 那么我们在举牌过程中 走教会的过程中呢 就来到一家当地的教会 这个牧师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他说我要去亚马逊流域 为什么你要去呢 他说我的家乡在那里 说那里都特别的需要福音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部落是没有听过福音的 他说他有个负担他要去 他带着他的助理牧师 他们俩要去 他们去那个地方呢 他们说可以坐飞机 但是他们从来没坐过飞机 要坐三天三夜的bus 去那个地方 当时我还挺感动的 我就掏一百块钱 我就资助你们一下 希望能帮他忙 那么第二次去的时候 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 他首先就来找我们 就讲到刚从亚马逊回来 介绍了亚马逊当地的情况 说你们要不要去 当然亚马逊对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 我听到就是觉得 那个地方是个恐怖的地方 这个流域 关键是它的雨林地带 生长的无数的生物 据说是250万种各种各样的昆虫 虫子类 那么动物和鸟类 那都是几万种 是几十万种 我都弄不清了 是很多很多 还有鱼类 那么它生长的很多 很恐怖的动物 这样叫做凯门鳄 这个鳄鱼都是 十米八米长的一种鳄鱼 然后呢就是一种巨蟒 那个蟒也是都是伤害人的 这是什么垫漫 水里的这种漫鱼 要靠近你身边 它觉得对你有威胁的时候 它会放出那个垫 能把人垫昏 甚至能垫死 最多的是到处都有的 就是食人鱼 就是我们去了之后 在河上他们用小鱼竿 钓 都能钓上来 它主要是成群的 在一起生活 然后它一旦攻击人的时候 它就一口都能把手指都咬掉 所以它一头牛进去以后 一群鱼很快就剩一副骨头 它就是这样的 所以那里头就有很多恐怖的生物 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些可怕的故事 但是呢 这个牧师介绍的那个情况 当时我们就非常有一种感动 我们要去至少我们去看一看 看看那里的需求 看看我们能去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答应了 但是我们就没跟他做什么 三天三夜的巴士了 我们就买机票吧 机票坐不到两个小时 然后买了机票 我们就去了 下了飞机 然后他就坐那个很小小小摩托车 就拉着我们 就一直拉到码头 码头那边呢 就是开始就先坐个比较大一点的 然后就坐这种小船 小船进去 但亚马逊河还是很漂亮 你要是讲自然风光 你要欣赏一下 拍点照片也是挺美的 也是挺美的 对吧 那河边两岸的很多这种白鹿 就围着你的船飞 这个景色也是挺美好的 但是越往里走啊 这个路就是越南 便面就小支流以后 有些地方就是一条船 这么一个宽度才能进去 所以我们有一些当地的通工 当地教会 弟兄姊妹 来配合帮助我们一起去 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的部落 他们选择了几个重点的 跟他们有关系 因为很多部落是不接纳你外人去的 他们不接受你们去的 有的去了 他们会用棍子给你们挡出来 甚至他们以前 很早以前甚至说有食人族 那咱们都不知道了 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传说 但是你要去的部落 一定要是经过他们当地 我们这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跟他们有关系 有亲属关系 然后跟他们那边讲 说我们有几个人要上来 看一看传福音 那他们还是接受的 那部落里头很多 边缘一点的 就是靠近这个城市一点的部落 条件还可以 能有地下的景水 那有电 往里头走就没有了 没有景了 他们都是在河边洗衣服啊 那个洗菜啊 就是这样的 没有电了 就是没有电了 然后呢 当时他们生活得很平静 不种地 就是没什么事干 白天也没事干 女人就是一天做两顿饭 用几个木头一堆 加个小贴网 烤那个河里抓的鱼啊 烤树上摘一下的芭蕉啊 然后水果 管吃管够了 那有的是倒椰子啊 什么那个香蕉 什么的 水果特别多 都是我们吃地上看的芒果很漂亮 我们说要拿东西 你不要吃地下的 我给你那晚上 小猪肝一桶 这时候就结一个 一桶就结一个 哎给我吃 又熟又甜 吃了它的芒果 回来的芒果都不能吃了 当然人对我们也很热情 这个少数民 他们那个地方的这个 部落里的人啊 基本上属于印第安人 和当地的土著人 那个豪放 热情 这个 这个淳朴 一来了以后 他听说我们要去 都特意地穿上那种 豪演的服装 拉着我们跳舞 唱啊跳 这就是什么部落里 这是比较好的房子 很多的房子是 就是市面是没有墙的 有棚顶 然后中间搭一个台子 他们就是生活在 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他们是常年这么种生活 当然也是很习惯了 当我们去了 很多 没有想到 还会这样的 当然他们也很热情了 那我们在河里 给我们抓鱼 鱼各种各样的鱼都有 包括食人鱼都能吃 也挺好吃 然后就这么架上木头 就在那烤 就去烧 然后呢煮的就是 用水 河里的水煮这个鱼 撒点盐面 这就是给我们吃的 头一顿还勉强 第二顿都没法吃 那个 也 因为有点鲜味还可以 当然就是盐水煮嘛 它没有调料 这是他们做饭 就是一般就是这么烧一下 然后呢我们主要 重点就开始带着通工 就带着他那么穿福音 但我就看到穿福音 这果效特别的明显 就一多半人 你跟他讲了福音之后 都同意了 我要信 我要信 那个当时就带这么绝志 十几个就带着绝志了 然后呢就说 我们可以受洗啊 你光随时不行 我们就受洗 他说我们要洗啊 我们都要洗 上河里洗去 我们就带着他们 最多一次我们带了多少个呢 好像说 有一次27个 排着大队 当然我们也跟他讲啊 你不能说你光说一句就 他就信了就简单 还要跟他讲一个真理 讲救恩 给他们上课 很认真 一说要上课了 那人都没事 你不上课他就回去睡觉 然后你就来给他讲课 那孩子们都东到西 西外都在睡觉 但大人都停 这就是排队了 排队受洗 受洗 当时我还挺害怕的 我说这万一被神鱼咬以后 咋整 当时他说这地方没事 这个位置这一圈里 我们吊都吊不着 你就在这洗 然后这带子下 就上河里头 上河里受洗 我那次洗了十个 好像是十个 也是蛮正规的 那都是冲声一样 所以回来以后 教会人就更兴旺了 来人就更多了 敬拜赞美 什么都没有乐器 唯一的就是 他们可能还有的有个吉他 在这我发现有个破骨 那个皮都破的 都裂开的 但他们都很高兴 而且说你们 我还要往哪儿去 我们说还要去下个部落 还要去继续传福音呢 他说我们都报名 我们都要跟你去 这都一排站出来了 要跟我们去下个部落的 我说那得选一选 那你不能说你想去就去 你去讲福音 我们跟你讲的 你学到多少啊 他说那你试试我吧 他说我试 挑了几个 后来还要偷偷跟船的 我们前面一条船走 后面跟两条船 就跟上来了 他没事儿真没事儿做 男的说我们跟你们讲 去帮你们宣教 帮你们背包 女的那说 那我们去跟你们做饭 哪一个孩子都去了 去了很多 他们条件 就比我们还差 我那边还能搭个帐篷 他们没有帐篷 就是这个小文章 就在草边 河边上 就在那儿 但我看到他们的 起码他有十几个 刚刚毕业的宣教士 就算神学生的学生 神学院的学生 刚刚毕业的 有十六个 他们就跟着我们一起走 下部我会讲 他叫什么样的神学院 但我就看到这些 这些孩子们 真的是那种为主 那种摆上 我认为他们培训出来 这个宣教士 他都是个殉道者 就是我没有所求 不是为了拿钱 因为没什么钱可拿 我就是要穿福音 就是殉道者的这种宣教士 所以晚上都很黑 那个蚊子 就围着你翁翁转 就那个小帐篷 四圈都黑麻麻的圈那样 还点着灯 我说你们干啥呢 读金 在那读金呢 他们就住在那样的环境里 我们就搭个小帐篷 小帐篷里 但小帐篷里那可怕 那爬进来 虫子的蚂蚁可多了 那个蚊子 说它那里的动物 我倒没接触过 但是这个蚊子你是防不胜防 就是又大又黑又狠 就是一般的牛仔裤 一丁就一个就丁透了 就砸透了 所以稍微不注意 那就是浑头浑身上下 我也是被咬了很多包 他们咬的现在已经回来两个月了 那个包它再发呢 然后去看医生这开药 就还继续地往外鼓 像我 我就属于这种 可能上帝就是让我去宣教 所以我既能吃又能睡 不管鸡 鸡叫狗叫猫叫 你爱啥谁叫 大葫芦都不在乎 翻跟着就睡 接着睡 做什么 给啥吃啥 而且他们说 你怎么这么能吃 我说你们谁吃不了都给我 我说为什么呢 我说你吃了这顿吧 你就使劲吃 因为下顿不知道在哪吃 有没有都不知道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那包也是 浑身大包 我拍给他们看一下 神人包 马板全包 他说你这包也太恐怖了 我说不要紧 到晚上你看一个都找不着 感谢主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 然后水果的供应 这些都不用讲了 太多了 但是那里还有没有水 没有电 还有没有厕所 所以我们找到 唯一一个最好的厕所 四面敞开的 人都没有办法 就是那个条件 但是我在那里 最感动的一件事 最感动的是一件事 就他们这个部落 是一个比较大的部落 他们是三代的传道人 最大的愿望 就是要建立部落的神学院 所以他们就名字都挂在那 然后他们啥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没有 只能是挂牌子挂得挺漂亮 写得挺好 就是有这么一块空地 有这么一块空地 然后他们就是在 普通人家里挤 就这么对付 他们是两年 这第一批出来十六个 十六个 但是现在就要面临新的招生 但是他们就有感动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神学院 当时就带着我来 到那个这块空地 清出来了 挺大 地是很大 但是你要建立 就得建立他那种简单的房子 那里的花钱 我说祷告 为你们祷告 所以我这祷告里是真是圣灵非常强烈的感动 我说了 神喜悦的 祂必成就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咱都哗哗哗都能祷告 祷告之后拍照片 当时我跟他们讲了 我说神喜悦必成就 但是我们回去还要多祷告 跟很多的教会我们传递这个信息 也希望有弟兄姊妹愿意帮助 来支度这个事情 这都是 反正宣教不是太容易 但是感谢主 这个神的恩典供应 真的对那里有很大很大帮助 部落的人的精神状态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好了最后是一段经文 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大家可以看 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句 就是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要去 不单是在我们中国人当中传福音 我们要到万国万民那里 去拯救所有的可拯救的灵魂 好感谢主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那个浩兰师母上来来给你们祷告 这是赵一国牧师的师母 来我们为他们祷告 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天父我们谢谢你 拣选赵一国牧师 拣选他们夫妻来建造你的教会 传扬你的福音 祝福他们在南美宣教的教宗 这是加美的教宗 走到哪里圣灵都与他们同在 带领更多人归向耶稣基督 因为你的福音要传到万国万民 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好 我们掌声给他们一个掌声 好 拿一下 好感谢主 这个 刚才看了很多照片 那我马上要去宣教 我下礼拜去澳洲 那你看到都是高楼大厦 悉尼的美景 完全不一样 这个宣教的脚步 我们不仅去偏远的地方 我们也去人口集中的地方 保罗的宣教的策略是去大城市 那么他在大城市建立了教会 然后通过大城市向各地去辐射 将福音传到各地 那么我们知道 基督教从耶路撒冷出来以后 传到了欧洲 到了菲律比以后 建立了第一间欧洲的教会 然后就从欧洲开始 保罗开始了他第二次宣教的 最重要的阶段 就是把福音传到了最后 就传到了贴萨罗尼迦 也传到了雅典 那我们今天是要从 使徒书第十七章来思想一段的经文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 保罗站在雅略八股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为食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今天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 就是今天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我们来看一段的 保罗的宣教的引言 那保罗在菲利比建立了 菲利比教会以后 那么他就开始往上走 就到了贴萨罗尼加 贴萨罗尼加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那么贴萨罗尼加 犹太人 有犹太人 那么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 遇到了犹太人的逼迫 你看到这个基督教啊 基督教不仅受罗马帝国的逼迫 犹太人的逼迫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面对着逼迫 所以传福音很重要一点 当你面对逼迫的时候 你如何来回应 那么我们知道 保罗到了贴萨罗尼加 是谁逼迫保罗的 是犹太人 那么犹太人因为保罗 传福音的策略 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 因为当地的欧洲人 稍微小一点声 不知道这个回音太大 当地的欧洲人呢 他们并没有完全接受耶稣的时候 保罗是先进入到犹太会堂 向犹太人传福音 但是贴萨罗尼加的犹太人 非常的凶悍 他们鼓动着百姓 甚至包括那士警匪类 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些地痞流氓 在攻击保罗的宣教团队 保罗宣教团队当时有几个人呢 有保罗 希拉 提摩泰 还加上我们这本书的 使徒行传的作者 路加一生 他们四个人在贴萨罗尼加 他们就被追赶 我们看一个地图 我们来看一个地图 那我们从这个地图看到 保罗第二次宣教重要的地点 他在特洛亚 在这里边 他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 马其顿的呼声 然后他就没有往上也没有往下 上下都是亚洲 他就开始进入到欧洲 过爱琴海到了欧洲 他在中间那个叫萨摩特拉 一个小岛住了一个晚上 因为船当天到不了 第二天到了菲律比 在这里边他遇到一个 穿紫色布皮布 这个卖紫色布皮布的妇人 叫驴底亚 那么他把耶稣的福音 传越了驴底亚 驴底亚是欧洲第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富有的卖布的商人 那么驴底亚信主以后 就开放了家庭 介绍了保罗的宣教的团队 让他们住在他的家里边 然后呢这个宣教的团队 就从他家开里建立了 菲律比的第一间教会 就是圣经中著名的菲律比教会 那么这一间教会 被建造起来的时候 保罗主要的 他并不是牧养教会 他是宣教士 他把福音传完 他就要离开 就要走 要走 所以他就往上走 就到了 这个 sorry 往上走 他就到了这个 从菲律比到了安非波里 到了亚波罗尼亚 然后他到了贴撒路尼加 在这 在贴撒路尼加 他就被打了 被赶 那这人追打他 他就带着团队 就到了皮里亚 在皮里亚 皮里亚比贴撒路尼加好多了 皮里亚的犹太人呢 来听闻他讲福音 但是贴撒路尼加的犹太人 不甘心 听说保罗的工作要做到了 利比亚 就开始就追到了皮里亚 到了皮里亚 保罗最后离开皮里亚 就上船 那么这个船呢 就一下子就到了雅典 看到没有 这个蓝色的线 是在船上 到了雅典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讲 保罗的雅典的讲道 雅典是个什么地方 雅典是希腊的 首都 雅典是希腊文化发源的地方 雅典这个城市非常的出名 它是首先我们看到 是个偶像林立的雅典 还有哲学家众多的雅典 所以他们对福音是基本拒绝的 这实际上的道理 保罗在格林多前述说 对于那些智慧的人 或者那些灭亡的人 是淤浊的 一个人就像他传福音说 你中国人你像他传福音 他说有这么好事 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在中国 那佛教徒都要起早 三点钟灵修起来 对不对 然后要不能吃肉 好多的苦行 才能够大到他们佛的境界 因为基督徒来到把福音传给我们 这与当地的文化并不完全的match 所以当地的文化对福音最早都是拒绝的 那么保罗来到了雅典之后 他看到了雅典的情况 他非常的忧愁 这段经文怎么说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等候谁呀 等候提摩泰 还有希拉 那么好像应该是路加去了 路加跟保罗到了雅典 那么另外两个通工呢 留在了 留在了这个毗里亚 他们在那里 他们约好了在雅典见面 其实他重点并不是在雅典来传福音 他是在雅典等候 等候 他等候两个通工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等候的时候 福音是随时随地传的 不管你等候 等候在哪里 耶稣基督在续加的时候 他午休的时候 喝水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一个撒玛利亚人妇人 带到这个真理里边 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得救了 对不对 他坐在那等候 门徒们去买食物 他就不忘记传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等候也不要忘记传福音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这福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热情去传扬的 你看赵亦国牧师他到了马里逊的河边去传福音 不是马里逊 那个不是亚马逊 sorry 说马里逊说习惯了 马里逊人名 到了亚马逊的河边去传福音 对吧 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传福音 他在等候 在雅典等候的时候 他看见什么 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心里就着急 基督徒是不能拜偶像的 因为基督徒神只有一位 不可能有其他的来拜偶像 他于是呢 他在会堂 这个和犹太和敬迁的人 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去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会堂 一个是集市 集市是人最多的地方 对不对 他要到会堂 他跟他们辩论 辩论辩论什么呢 因为他所讲的 跟雅典人所相信的完全不一样 雅典人完全不一样 那么还有 在有这个叫伊比古罗 翻译成伊比纠鲁 也可以啊 和斯多亚两个学派的学士 与他们争论 有的说 这胡言乱语的 要说什么呢 说保罗说话是胡言乱语的 有的说他似乎是在传说外邦鬼神的 那么这话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理 复活对一个追求人生智慧的雅典来说 他是不会相信复活的 中国人相信复活吗 相不相信 中国人一死拉倒一死白了 对不对 人死如灯灭 怎么会相应复活 那今天这些中国人 我们在座中国人相应复活的举手 有多少相应复活的 因为你们信了耶稣基督 在没有信耶稣之前 那如果一个传教士向你传福音 你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复活嘛 你说这不扯吗 怎么可能人死了怎么能复活 没看得复活的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 道成肉身嘛 耶稣 神怎么能会成为人的样式 是不可能的嘛 中国人是不相信的 我有个老朋友叫郑毅 是个作家 他写过《老景远村》 那么他在我向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就过不了这两个坎儿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道成肉身 神成为人的样式 第二个就是死里复活 这是基督教两个核心的 最重要的信念 他不相信 他没法信啊 那我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相信有神吗 他说我相信那当然有啊 有 我说你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吗 他说那没问题 绝对是神他就无所不能 我说那神就能使 他的儿子道成肉身 他就能使人死里复活 明白 哎 他信了 他这坎儿要过去 对不对 那保罗传讲这个他们也不信 什么是偶像 偶像是什么 偶像就是神的替代品 你把他当作上帝来崇拜 神创造了人类 人类又崇拜上帝的基因在里边 可是你却去寻求一个 你所喜欢的神去敬拜 雅典人跟中国人很像 雅典人跟台湾人也挺像 我到台湾的时候 我到西门厅走一圈 我也心里着急 我跟那个保罗一样 全是偶像 全是偶像 什么妈祖庙啊 各种各样的庙啊 什么什么都有神 你知道吗 在中国你不要以为雅典人有神 中国人一样 无神论者在全世界之占16% 大家都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都是无神论者吗 中国大陆一多半不是无神论者 你看现在中国的庙宇多么兴旺 对不对 怎么可以都是无神论者 无神论 连无神论的领袖 他们都去庙里去拜 想投降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偶像 就是神的替代品 任何一个人 一件事 或者一件物 占据了本该神占据的地位 就是偶像 那么如果你在崇拜他 那就是偶像的崇拜 对不对 我们中国我到台湾 你看渔民有神 叫妈祖 对不对 渔民的神叫妈祖吧 有没有 有 其实他不是神 他就是一个农村的妇女 渔民的妇女 他的丈夫淹死了 你看他神连老公都保护不了 他怎么会神呢 但是他是个好人 他会把那些 遇到风浪 躲避到渔村的 这个人来接待 他接待 把他们接到家里 他有善举 那么为了纪念他 刚开始建一个小庙 然后就变成大庙 然后就变成全国的信仰 对不对 你看这 那 这个黑社会 拜光宫 为什么拜光宫 因为光宫 黑社会不讲法律 讲义气 不讲义气 不全揭发了 都进公安局了 对不对 进警察局了 所以拜光宫 后来发现台湾的警察也拜光宫 所以警匪自古来都是一个神 警匪一家 他们是拜一个神 对吧 你最有意思 你说那个买股票的人拜赵公明 天天扮演股票 涨啊涨啊涨啊 今天中国拜赵公明的 买股票的 才知道这个赵公明不是神 因为股票跌的 赵公明也挽救不了 对不对 他能挽救得了吗 而且最有趣的就是 西门庭有一大批的妓女 西门庭的台湾妓女是合法化的 他们有license 有执照的 政府给发执照 那么这妓女也拜神 他们拜什么呢 知道吗 他们拜猪八戒 他为什么拜猪八戒 因为他要拜孙孔空 他就破产了嘛 他要拜唐僧 他也破产了 拜猪八戒 所以他就发财 这个意思 所以呢 你看这个神是什么 神就是偶像 这个神就是他人所造的 人所利益寻求的一位神 这位神 那么在我们知道在雅典 神多得不得了 在古希腊神 我们今天 古希腊是各行各业都有神 没有一行一业没有神的 这跟中国很像 众神之王叫宙斯 这是大神 他的妻子叫天后希腊 然后有农业女神 迪密特 海神波赛顿 月亮女神 阿提密斯 太阳之神 阿波罗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智慧女神 雅典娜 雅典 就是如果放在神的身上 就叫雅典娜 放在成日身上 就叫雅典 那么爱情女神 阿弗罗 阿弗罗带地 阿弗罗带地就是维纳斯 就是维纳斯 你们看到很多家里 有个圈胳膊的 对吧 有一段 大家流行都家里摆维纳斯 其实也不是干嘛的 那是希腊的神 如果基督徒 你家里再摆个维纳斯 那你有点说不过去 你就办偶像了 对不对 我们东北有的 有个电视剧 好像我看 弄个维纳斯老公弄回来 老婆说 这多难看 没穿衣服 用大红布缝衣服给套上 这就是爱神 爱神 对吧 还有战争之神 阿瑞斯 火神 赫菲斯托斯 神的使者 叫何米斯 还有炉火女神 何斯提亚 这些 这是六个男六个女 这十二个最著名的神 看到没有 这是他们开会的 中间那是宙斯 旁边是天后 那是他们 除此以外 他们更很多的神 这个普罗米修斯 盗火的神 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丘比特射箭的那个神 对不对 这里边神太多了 希腊是一个神像 林立的地方 到什么程度呢 说如果你扔块石头 你可能没打住人 打到神了 你知道吗 把神给打住了 那神就可以多到那种程度 那神像 所以保罗一看 这全是偶像的地方 可是希腊又是人类的文明发源的地方 人类的哲学 法律 文明 民主 发源的地方 很特别 对不对 所以保罗就心里着急啊 他心里着急 这么有文化的地方 去拜这样的偶像 那么我们的这些偶像记载在哪里呢 主要记载在河马史诗 河马史诗有两卷书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那么河马史诗的作者 我讲过了 是河马 我们有次在北大我们考试 这个中文系的考试 河马是谁 一分 很多人打不上来 我就打上来 我也懵的 我也没看过河马史诗 我就河马 路加福音的作者谁 路加 马太福音作者谁 马太 所以西方常常的用这个名字 来命名他写的那卷书 河马史诗 是人类文明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文学的书卷 它盖回来整个希腊的 从神学到哲学到文学到艺术 所有的重点都在河马史诗里边 那么希腊不仅有那么多的神 希腊还有很多文明世界的大哲学家 对吧 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 柏拉图 赫拉克利特 巴尔门尼德 这么多的哲学家 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幅画 叫做雅典学院 大家看一看 这幅画谁画的谁能告诉我 谁能谁画的 这个可是在基督徒的教堂里挂着的 这是在意大利 彼得 圣彼得大教堂挂着的 这个你要了解 基督徒要了解点艺术 懂一点咱们基督 这基督教世界文明的最璀璨的文明 是从基督徒手里做出来的 那么这段时间 这个画的座叫拉斐尔 拉斐尔跟在意大利的那几个著名的画家 他们是同期的 同期的达芬奇呀 米开朗基罗呀 然后拉斐尔活得比较短 拉斐尔获了一个著名的画 这幅画现在就挂在圣彼得大教堂 这幅画你看这幅画里边把所有的 从古到今的最著名的哲学家 艺术家 文学家都放在了一起 中间这两个人 中间两个人猜是谁 这两个人在正中间 这两个人不是苏格拉底 这个是波拉图 这个是亚里士多德 波拉图他的形象取材于达芬奇 拉斐尔达芬奇跟达芬奇是好朋友 为了表示对达芬奇的尊重 用达芬奇的样子画出了这个波拉图 那苏格拉底在哪里 苏格拉底 这个苏格拉底在这儿 好像我记得 我记得苏格拉底是这个 这个 这是苏格拉底 他把苏格拉底放得很不重要 因为苏格拉底没什么书卷 苏格拉底所有的思想 苏格拉底没留下著作 苏格拉底所有的思想 都是波拉图整理出来的 波拉图 他跟波拉图讲的 波拉图把它整理出来的 那么这个雅典学院 这就是整个的 我们知道人类的智慧的 最杰出的一群人在其中 保罗遇到的这个地方 那如果一个宣教室 你来到这么一个文化丰富的地方 怎么该讲到 你怎么讲 对不对 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一回国 就像阳进狼群 对吧 把你带到一个豪华的餐宴上 来的都是有头有脚的人 不是艺术家 就是官员 那你在美国来了好多年 混成什么样子 大家同学们跟你分享 对不对 我们有个同学 弟兄回国 他原来在大学当老师 好像当领导 一群领导都来 都大学的校长 给他吃饭 那在海外干嘛呢 对吧 像赵一国牧师 回国如果请军队的 他是团长嘛 他的跟他一起团集干嘛 现在都当军长师长了 甚至当军区司令了 赵一国回国 请他们吃饭 赵一国到美国混得怎么样呢 混成宣教室了 然后到亚马逊去 被蚊子咬得浑身都是包 他从人的价值观来说 你这是不成功的 会不会 然后还被一个越南兵 越南人在餐馆给打了六枪 也没赚着钱 到了美国好多年 就打了十一个枪眼 他六枪打到的身上 打十一个洞 你站起来让他们看看 站起来一下 你看看他的身体 你没有看过他裸体的样子 我在他家的时候 我看到他 我们俩下跌穿背心 我说你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一揪起来 那每个都这么大 你知道吗 拿着那个枪 咚咚咚咚咚 六枪 从前面打进后边出去 就有一个子弹留在心脏表上 其他的全穿透了 对吧 然后你这战友们你看 这怎么混呢 这个美国 对不对 你怎么看 但是上帝拣选了他 明白 所以如果你面对这些人 你该怎么跟他传福音 那当时保罗不仅如此 还面对着两大哲学学派 一个叫伊比古罗学派 那伊比古罗学派简单说就是唯物主义者 不信神 讲究享乐 讲究认为神不存在 或者他存在他也不理会我们 他是自然的神 这个受希腊文化的影响 那这个学派由伊比古罗所创 这个学派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是快乐 快乐 即是肉身不受痛苦最好 情感也不受打击 没有离婚 没有欺骗 这都没有 然后到了保罗的时候 这种哲学已经沦为了享乐主义 第二个学派是斯多亚学派 斯多亚学派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泛神论者 你看这人类就是 不是无神论就是泛神论 他找不到真神的时候就是如此的 这泛神论者就什么都是神 什么都是神 树可以成为神 石都可以成为神 那么人的历史中的英雄人物可以成为神 中国就是如此的 我小时候读那个叫做 《风神演义》读过没有 我小时候小学我读《风神演义》 我把他热闹 那时候看得都不睡觉 不上课你知道吗 后来我发现那里边的著名人物都成了神 《风神》嘛 最后江子牙最后就没位置了 把别人都封完了他没位置了 所以《风神》 就是都是神 这梵神论也是 梵神论就是认为神就是宇宙的灵魂和智慧 其理性参透了整个宇宙 万物会被周期性的细尽神理 这个学范是由芝诺创立的 他认为人生最高的美德是自足满足 顺应理性 科技治愈 到了保罗的时代 这个哲学已经变成了禁欲主义 所以保罗所面对的是哲学家遍地的雅典 那保罗当面对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保罗有一个机会 当他在集市上 还有在会堂里 跟他们辩论的时候 这些人知道保罗所说的不一般 有的人说他是胡言乱语 有的人说传个外邦人的神 因为希腊人从来不拒绝神 多一个少一个没关系的 他不像中国 你来一个神 他不一样 他跟你吵死 对吧 他限制你 不许在中国传 你现在基督教就被中国政府限制的 对不对 限制你 不许你聚会 你的神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们如果真神存在 那假人就不存在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把他带到了雅略八股 这是雅略八股 雅略八股对保罗是个机会 雅略八股 保罗的讲道在雅略八股 记载在圣经里边 也成为雅略八股 也因着保罗的讲道出了名 当然雅略八股原来就出名 雅略八股是一个什么 他是在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北方 是一个约有50到60英尺的巨大的石台 平的 然后他就变成了个剧场 他在那变成了个剧场 那这个剧场呢 在那里边做什么事情呢 在希腊前古典的时候 约主前五个世纪的时候 雅略八股是雅典城元老 权贵们集会的场所 它的性质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 这样一个地方 来制定法律 那么这个他们后来呢 在主前462年 当时追求民主的领袖 有一个追求民主的领袖 叫埃菲阿尔特斯 这个人很了不得 你知道我们知道 民主发源地就是雅典 雅典最早是投票的 对吧 没有独裁的 你知道苏格拉底 就是被人民投票投死的 你知道吧 议员当时是有400个议员投票 苏格拉底该不该死 然后大家投票他该死 我记得是220个投的该死 180个投的不该死 因为苏格拉底 这个抵御神灵 当时的神灵 那么这个苏格拉底可以有跑的机会 苏格拉底没有跑 我读那段历史 我这为什么不跑呢 他说这是民主程序 我如果跑了我就破坏了民主程序 就像今天美国大选也会带来这种争议 有的人说如果川普当选 我就去欧洲 我看底下留言说不送 对吧 那有的人说拜登当选 我就不在美国 那就去非洲 你又不去 对不对 所以民主需要尊重他的程序 程序第一 程序比川普比拜登重要 懂吗 这个很重要 中国人不懂程序 中国人尊重某一个人 这个人如果没有当选 那我们就不活了 对不对 这个人如何如何 这是中国人的特点 非理性 所以民主是一个 虽然这些选举 他们投票不见得对 我今天觉得我很喜欢苏格拉底 我觉得他不对 可是苏格拉底不逃 尊重民主程序 所以泛民主也不见得都是好事 对不对 所以还得有神的智慧在里边 那么亚利亚八股保罗在那里 他知道上帝赋予他一个新的神圣的使命 他要在亚利亚八股的一个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来传扬福音 这个弟兄姊妹这个机会不容易 对不对 因为这些人说了 这个人有一些特别的观念 我们要把他带到亚利亚八股 向整个的希腊哲学家和政治人物来讲他的那位神 这很特别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你到中国到哪一个乡下去 村长给你这个机会你就得讲 对不对 你要到人民大会堂也要讲 到美国白宫也要讲 只要有机会 你就要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可是这机会不见得给你 有给你这个机会吗 我记得我有一次到哈佛大学校长家 那是二十多年前了 我们一些中国人在那里聚会 都是中国追求民主自由的人 我们请了两个讲员 一个叫做南西波罗西 一个叫做马丁路德金的外父 不是马丁路德的外父 那咱们见不到 马丁路德金的外父 那应该是师母 这两个人讲员没有提过一句上帝 没有提过一句救恩 没有提过一句感谢耶稣 没有 我就心里着急 我现在就是马丁路德 那这就算了 那这是天主教徒 那么这个马丁路德的外父 都没有讲 结果要吃饭 然后乌尔开西就起立 说我建议我们今天做一个祷告 我有个朋友是做了牧师 让他给我们做一个信仰 有些信仰 我们又不是基督徒 为什么要祷告 我们是穆斯林呢 为什么要祷告 佛教徒为什么要祷告 底下争论呢 你看他争论 我不会等你做决议的 你能做出决议吗 我直接上台 对不对 这个机会多难得 我开心请我上来的 对不对 那我就上台 我就祷告 奉拿斯人耶稣的名祷告 我祷告发现第一好多的朋友们眼泪都流下来 我一下祷告15分钟 没机会 你知道吗 反正他们刚上来都是凉菜 现在美国吃饭 第一个现在是那个沙拉 对不对 凉的嘛 没有关系 祷告 我发现只要有机会 弟兄姊妹 你就要抓住 你们 保罗抓住了雅略八股的机会 保罗的雅略八股 宣扬你们那位位师之神 我告诉你们是谁 哇 这个太了不得了 我读这段经文我特别感动 保罗何等的智慧 可以抓住希腊人的心理来传扬福音 他的切入点是多么的准确和美妙 对不对 为师之神 什么叫为师之神 一会儿第三天我们来看着为师之神 我们感谢主 那么传扬福音 中国有句话说 机不可施啊 时不再来啊 如果你不抓住机会 机会就失去了 弟兄姊妹 抓住任何的时机来传扬福音 因为保罗就讲过嘛 保罗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 他们把保罗带到了雅略八股 说你所讲的 这新道 新道 新的话语 新道就是新的话语 究竟是什么 新的道理究竟是什么 我们可以知道吗 保罗说好啊 我愿意让你知道 给我个讲的地方 他说那他们就把它带到了雅略八股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 因为他们只将新闻说来听听 雅典也是雅略八股每一天来朗读新闻的地方 那个时候没有广播 也没有什么 就有一个集会 天天有一个人 我们看有一部电影讲到罗马 就有新闻官 叫新闻官 那可胖了新闻官 拿着一条二条三条四条 把今天的新闻都讲一遍 你看当时还有民主的 那雅略八股也是他们讲新闻的地方 不管是雅典人还是过往的客人 都喜欢听新闻 对吧 都喜欢听 今天我们也是 我们一打开电视机 我们首先看新闻 那你要知道 今天的新闻电视机都有选择性 一个媒体根据他的立场来选择不同的新闻 和不同的侧重点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见得接受一个全然的资讯 所以现在有自媒体的兴起 自媒体就讲了一些主流媒体不讲的事情 让我们有多一点的了解 我有个自媒体 欢迎你们订阅 那么我刚才这个保罗也说 物要传道 无论得失不得失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物要传道 不论得失不得失 不在于时间 环境 场地 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而且要专心地传道 百般的忍耐什么意思 很多人不会接受的了 很多人会攻击你了 因为很多人来误解你了 很多人疯似打击你了 你要百般的忍耐 然后用各种的方法和智慧 来把基督的福音传出去 当然重要一点 就是要在这末世的时代 敢于为主发光 这个不容易 所以总要传福音 我记得有一次我从德州去讲道 我到德州的恩友堂去讲道 那时候于利公牧师还在世的时候 他请我去讲道 我回来因为 那时候读神医院 我读MDF 功课多得不得了 你们今天读我们的神医院 老师那点功课 那简直 跟神医院那个硕士科比 那简直是非常轻了 就是我们一个小作业而已 那我们的作业都是 几千字上万字 一篇作业要写的 写不完的作业 飞机上写作业的 然后出去步道 一步道就要准备 祷告 跟大人谈话 然后这一个周末 就没有时间写作业 忙不完的 我有一天上了飞机 回来赶紧写作业 我在写作业的时候 我就得查圣经啊 你知道吗 圣经旁边写 旁边坐一个女的就嘲笑我 这个女的是个中国人 她看我读的是中国人圣经 说你读神医院 我说是啊 你怎么能看出来 写作业呢 那我知道啊 我说你基督徒吗 她说我原来生下就是 后来我不信 我说那你现在信佛教 我觉得基督教不好 她跟我讲了一大堆 可能都有十几套理论 我就听她讲 因为我写作业嘛 我也不想回答她 后来她越讲越兴奋 我就觉得我应该跟她谈福音了 这个姐妹 那我就要开始就跟她谈福音 这一路上跟她谈 耶稣基督的救恩 当然也谈我的见证 她不信 怎么可能 你有病 上帝能医治 他都不医治我呢 你也问过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你逃亡的时候 上帝就帮助你 他都不帮助我呢 她早是以自我为中心啊 对不对 后来这个姐妹信主了 你看我传福音剥了种子 虽然她当时没信 她到了洛杉矶 她的侄子来接她 她开到了洛杉矶 开到她的姐姐家里边 住在姐姐 她姐姐就是HOC的黄华姐妹 是当时我们教会的秘书 还一进她的屋 说我今天在飞行上见到个神经病 给我传福音 我从小就信耶稣 我在团体里带过主日学 我还不说他 对不对 他这个 原来小时候都大陆无神论者 对不对 然后呢 结果他正说呢 他姐姐说你说哪个人呢 说姓张 叫张伯利 到德州传福音 路上跟我讲耶稣 我小时候都知道 知道有什么用吗 你没信有什么用吗 对不对 然后她姐姐就指她的茶几人 放一本我的书 说是这个人吗 她就说就是这个 这么奇妙 她姐说神让他去找你 把你找回神的家中 她那天 她就一夜都没有睡觉 要读我的书 看到我经历的苦难 看到我经历苦难 就是神把我这根柴 从火中拿出来 想到神的话说 压伤的芦苇 它没有遮断 江蚕的灯火 它没有吹灭 他信主了 重新回到上帝怀抱 第二礼拜天 跟她姐姐来教会 来做礼拜 师哥一想起来 她就开始哭 好多年 几十年离开教会 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 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 得时不得时 总要穿福音 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对不对 感谢神 所以保罗抓住了 这个亚略八股的时间 他让亚略八股的人 认识这位 未识之神 我们看这段经文 怎么说 这段经文说 我们看这是 未识之神的图片 他们 这希腊人呢 他拜很多的神 他拜完以后呢 他就觉得 好像还找不到 所有的神 可能还怕有得罪的 然后他们就 发现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是有一件事情 原来他们有一场瘟疫 有一场瘟疫 他们有一个 他们一教的先知 就说 你们要宰一个羊 宰一个羊 那个羊 在那个地方献祭 瘟疫就会停止 这是五百年前 在保罗去雅典的五百年前 古先知 好了 他们就 宰了一个羊 这个瘟疫就停止了 所以他们就在那 就用这块石头就刻上 这石头上面的字 是希腊字 为识之神 这是为识之神 那么这个 他们就拜他 保罗看见了 就七肉点从 为识之神 你们所拜那个 你们不知道的神 就是我今天 要告诉你们的神 你看这个讲演的主题 一下清楚了吧 对不对 哇 这个保罗太智慧了 圣灵给他智慧 他告诉他什么呢 我们看段经文 保罗站在雅略八股的当中 说众位雅典人呐 众位雅典人呐 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 他没有否定他们 他说 你们雅典人愚昧 拜偶像 那你这么就切不进去了嘛 对不对 因为雅典人讲智慧 讲辩论 保罗在那讲的时候 底下已经 有一些哲学家 等着跟他辩论 不管是一笔古罗派的 还是其他的学派的人 都在等着跟他辩论呢 那保罗七肉点 就是我承认你们 凡事尽畏鬼神 如果说全世界 拿出任何一个城市 对神的情有独宗的城市 那就是雅典 他们非常的要敬迁 不得罪任何的神 包括这位未识之神 他们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他不是阿波罗 也不是雅典那 但是他也来敬拜他 敬拜他 所以这样一个民族 对不对 好了 保罗就开始切入 第二十二节他切入 说众位雅典人 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 为食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 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这个讲演精彩 讲演得训练 对不对 你在美国的小学 中学 尤其到高中 一定训练你的讲演 老师会训练你的讲演 抓住重点 然后找出一个 最有效的切入点 是他最关心的切入点 我们在神医院读书的时候 那老师也说 你们的引言呢 一定找一个故事 准确地切入 能够信任的注意 这很重要 对不对 这技巧嘛 要有的 保罗 保罗这个怎么 搅当谁教的 不是神医院学的 是耶稣亲自教给他的 在三同天上 耶稣对他讲隐秘的话 所以保罗写出 新约圣经的一半的书卷 一卷是保罗所写的 十三卷书在新约圣经 是保罗的作品 保罗所写的 当然是圣灵的引导 我们看到 他说 二十四节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他就不住在人所造的殿 同意吗 上帝住在这个殿里面吗 他不住在这殿里面 对不对 那么这个 他说 二十五节说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定定准他们的 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他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 他引用了希腊诗人的诗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然后呢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向人用手艺 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 诗人愚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见察 如今吩咐 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他所设立的就是耶稣基督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绩效地说 又有人说 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这个就不能接受 死里复活的观念 对不对 但有几个人贴近了他 信了主 其中有雅略八股的官丢尼修 丢尼修后来成为雅典的教会的第一任长老 还有一个妇人 名叫大玛里 还有同别人一同信从 你看 每次穿福音的时候大多人拒绝 但是就有特别人信 所以你不要担心 总会有人信 你们 哈利路亚 也许那个信的呢 后来还被审索用 我信主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我在中国农村信主 像我传福音的妇女 她传福音的人 她说有成千上万 建筑人跟人传福音 后来我问她 你带了多少人信主 她想了半天 就你一个 像传人都不信 当地的农民都不信 一个北大的中文系的学生信了 因为我是神所拣选的 你知道这很特别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福音 所以保罗怎么说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这福音对于犹太人来说 对于那些智慧人来说 灭亡人来说 神是欲佐的 对于得救的人来说 是神的大能 明白 所以福音当进入心里面 会产生一种反应的时候 就说明这个人 他跟神会相通 重要一点 我们从这里看到 保罗这段讲到分五个点 我简单跟大家划分一下 第一点 神是宇宙的创造者 同意吗 同意的举手 这对中国人不容易 中国人强调进化论 你放下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创造的 你让神来我看看 你看看 对不对 你看这个 神太容易看了 你到希腊全是神 都是偶像雕塑的 那位真神 你是见不到的 因为他是个灵 对不对 我们的神 可是在你的里边 你有一种敬畏 追求 圣经讲得很 就是把这位神 介绍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保罗对亚地人说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出在人手所造的殿 希腊人就是 接个神就建个庙 你看那大庙 那个最大的 阿波罗那个大庙 对不对 还有雅典娜那个大庙 后来都倒了 上大石柱的 现在都留着 你去参观 看到巨大的石柱 2500多年前建的那个殿 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个神 放在殿里边 中国也是啊 你弄个妈祖 弄个妈祖庙 对吧 有天我看一部电影 谁拍的我忘了 反正挺黑色幽默的 写一个农村的和尚 吃不饱饭没有饭 就得 哎呀 这个庙怎么吃不饱 没人来给奉献嘛 就得弄个像 他就弄了一个神像 一个小菩萨 他自己做的也不是真假的 结果有一天瓜大方的 菩萨八达屌地摔碎了 他就找宗教局给他补贴 再做一个新的菩萨 这个故事就写着一个故事 写得我看着特别有 宗教局没钱啊 不批啊 他就 就那个农村那个小庙 就能收钱 知道吗 所以这个其他的也是啊 中国的你看那个佛教 释迦牟尼 大雄宝殿 都有一个殿 这些殿都是人造的 保罗说 既然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他就不入在你们手里 所做那个殿里边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宙斯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是这位上帝 耶华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那么第二 神是生命的维系者 保罗说 他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了万人 这位神 把他所有的都给我们 甚至包括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他的儿子都舍了给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对不对 他将生命气息万物 都赐给我们 这位神不吝啬 好处 所以圣经里边说 圣经有三千多项祝福 我们都没有去读 也没有去领受 我们每天自己求福分 拼命地打工 拼命地思想 可是圣经告诉你 那么多福气 你没有看过 对不对 没有看过 当然不知道 首先你要知道 首先你要知道你是上帝的后嗣 当我们现在耶稣基督我们就上帝的儿女 继位儿女就是后嗣 后嗣什么意思 犹太人最懂 后嗣是承受产业的 上帝的丰富的产业会给后嗣的 你那钱会给别人儿子吗 不会 你得给你儿子 对不对 因为他跟你没关系 除非你做慈善 做慈善就不能给所有人的儿子 对不对 你只能给你自己的儿子 你临走了 留洞房了 你给你儿子了 因为他是你的后嗣 上帝会把他所有的好处 留给他的儿女 一点都不吝啬的 第三 神是万国的统治者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 这一本就是亚当 他造了一个亚当 然后从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 然后他们夫妻就生养了 生养了除了该隐 亚伯还有其他的儿女 最后生了赛特 对不对 人们开始重新的敬拜神 所以从这一本造出万族 万族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二七姐说 要求他们寻求神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 将你的寻求神的DNA 放在你的这个细袍里边 任何人都有敬拜的功能 动物就没有 动物会有敬拜的功能呢 有吗 没有 他除非对你有好的表示 我早上起来 我们家那狗 总会对我鞠躬 我说 他会敬拜吗 医生说 他是爱你 表达我爱你的意思 这不是敬拜哦 但人就 当我们唱起诗歌 我们来赞美耶稣 我们想到耶稣在实际上 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我们就心存感恩 我们有的就泪流满面 因为神的恩典 就是这样的流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 我们为什么 就因为觉得不配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让我们寻求神 可是我们人呢 却自己去找神 我们造 我们造雅典娜 我们造这个 宙斯 我们造阿波罗 我们造菩萨 我们造所有的 我们把观光也给他造一个雕像 来拜他 人就是当人寻求神的时候 就用人的想法来寻求 来造 那你造的呢 一定像你 一定像你 那绝对不是神 像你 因为你是神 所以你总觉得 这神是我造的 我说你是神就是神 我说你不是神就是神 这是中国人的观念嘛 对不对 这都是泛神论的观念 泛神论的观念 这个斯多亚学派的观念 跟希腊人很通的 那保罗说 这个其实 我们可以揣摩耳德 我们去思想 对不对 保罗在龙马书讲说 没有人见过神 对不对 有人见过神吗 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保命说 没有人见过神 但是我们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这些 你去揣摩 你去想 这个世界怎么这样的奇妙 科学家说 这个太阳离我们近一点 我们就都烤死了 原点我们都冻死了 他就那么精妙地创造 对不对 这宇宙是 无神论者是爆炸来的 突然间砰一声就传来了 对不对 无神论者不能解释 就用爆炸来解释 大爆炸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宇宙是上帝所造的 他造了宇宙 在他既定的时间 然后他又造了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 住在全地 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将界 要叫你们寻求神 他说 其实我们离 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所作诗 他又引用了希腊的诗人说 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那就是我们是上帝所造的 对不对 第四点 神是人类的父亲 他说 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 这位神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手艺来雕出来的 因为他生了我们 他是自有拥有的 这个宇宙没有 他就有 宇宙将来结束 他还有 他自有拥有的 所以他是我们人类的父亲 所以我们是阿爸父 基督教的神是男性的神 所有迷信的神都是女性的神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天主教就是说 都有女性的崇拜 那个圣母玛利亚来崇拜崇拜 其实圣母玛利亚跟你我一样是神 她是个伟大的女性 耶稣的母亲 但她没有神性 但是后来天主教解释说 这样 反正虽然她没有神性 可是她是耶稣的母亲 那我们向她祷告 她再告诉耶稣 耶稣也听 这种解释 你觉得那说得过去吗 所以我们唯有一位神 就是亚未耶和华 耶和华有人说 耶和华是父神的名字 不是的 耶和华是三位一体神的名字 他就是我们神的名字 不是仅仅的阿爸父神的名字 所以我们要了解 第五点 神是世界的审判者 将来这个世界会结束的 神来谁来审判 保罗说 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见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就是耶稣基督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谁来审判这个世界呢 耶稣基督 父不审判 儿子审判 耶稣来审判上帝 父神把这个审判的权利 交给第三个位格 耶稣基督 他来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有一天我们都会面对 基督的审判 其实路讲得非常的清楚 不管信的 不信的 都要站在他的面前 信的 就像耶稣讲的比喻 就是这个 要把踢在舱里 有一天 末日到来的时候 把这个 这个 麦子 踢在舱里 麦子 烧掉 这就是未来的审判 对不对 所以我们感觉 是感谢主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非常特别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结论 保罗的亚利利八股的 讲演是一个宣告 他说你们敬拜那位 为食之神 就是那位 自有拥有的 道成肉身的神 神是创造者 神是维护者 神是统治者 神是夫妻和审判者 人类只要能够 找到真神 才能找到 人生的意义 夏尔文说 人生的意义 就是为了荣耀神 否则我们人生意义 在哪里呢 赚钱吗 偶像 钱是偶像 如果你说 钱是你的主 你就是偶像 对吧 我们这么多的偶像 爱情 可以成为偶像 明星 可以成为偶像 主义 可以成为偶像 领袖 可以成为偶像 政党 可以成为偶像 可是这一切 都是过眼烟云 有一天 对不对 耶稣说 盗贼来是偷窃 杀害毁坏 我来了 是让你得生命 并且得更 什么 丰盛的生命 你们 哈利路亚 来我们唱首诗歌 有一位神 就是诗歌 这个我很喜欢 大家会唱的举手 我们一起起立 一起来唱 有一位神 这位神 就是保罗所说的 对雅典人说的 未识之神 也是对我们今天 中国无神论者说的 这位神 我们要认识他 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福气就临到我们 你们 天父我们 谢谢你 我们 谢谢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 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 主耶稣我们 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 用你的保血 洗净我们的罪 让我们重新的成为 上帝的儿女 好上帝的喜悦 让我们恢复于 上帝的关系 我们知道我们 天上有一位阿爸父 他爱我们到永远 让我们不再做浪子 我们也不再做游子 我们不是无家可归 我们有一位天父 爱我们 还为我们预备 更美的家乡 哈利路亚们 谢谢你 祝福我们 每一位寻求真理的人 你说要寻找就寻见 要扣门就开门 有没有 亲爱的朋友们 还没有信耶稣的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主的 今天做一个决定 说主耶稣我愿意 有没有任何朋友 请举手 我为你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还有吗 大爱们耶稣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感谢主 还有没有 感谢主 还有吗 还有年轻人 还有吗 两个年轻人 还有没有 在视频 在电视视频前面的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听到了上帝的 calling对你 你愿意接受耶稣 做一个回应 你写我愿意 写上你的名字 我们为你祷告 哈利路亚 天父我们谢谢你 祝福每个打开心的 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 当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 圣灵是住在我们心中 来感动我们认识 这位真神 我们不再被偶像捆绑 我们不再被世界来捆锁 我们乃是自由的人 跟在基督里边 来认识这位 爱我们的真神 哈利路亚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好 弟兄姊妹请坐 敬意 明天天天天地 我都给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